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段在 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最后 就是三十六到五十节 我们先一起祷告 就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圣经经文 被提醒能够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奉学宿命求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稍微长一点 但是我们很有耐心一起来聆听 从三十六节开始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作息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作息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 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尽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心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好 这段经文 应该有机会有听见 有点耳熟 但是有些圣经学者讲说 这段记载跟其他福音书讲的 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不姑且 不要认真探讨 这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我们需要先 很快的想一下 有一些背景的部分 就是特别 在耶稣的时代 去人家做客 主人会先做一些事情 最起码的礼仪大概是这样 就是客人一进门的时候 主人会命令仆人预备水 让客人可以洗脚 然后会与他亲嘴 然后又用油来给他抹头 但是很有意思是 因为这时候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在那边吃饭 然后圣经又描写得很清楚说 有一个女人是罪人 然后知道耶稣在这里吃饭 就预备了一些东西 然后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挨着他的脚哭 好 所以当这个女人一进来的时候 就挨着他 向他就是在那里哭 其实这个女人做的这件事不会影响到 她们还在吃饭 还在谈话的人的一些对话 或者是用餐的过程 但是或许我们可以从 就是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到 当他挨着耶稣的脚哭的时候 也包含了就是 可能包含着就是谦卑悔改有感激的意思 那但是邀请耶稣来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 心里有些想法 好 他心里想着说 如果耶稣就是这个人是先知的话 那耶稣就应该会知道摸他的这个女人是个罪人 好 很好玩的是 这个西门知道那个女生罪人 但是他没有看见其实我们人都是罪人 好 那但是耶稣就对他说 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 如果有两个人欠债 因为没有办法还 但是主人都就是免了他们的债 欠多的那一个人会更改基主人 这是我们很好理解的事情 然后其实西门他也知道 所以四十三节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其实耶稣为我们死 他这样赦免的恩典 生到我们没有办法计算 或许我们会自己想 但是一样是这么样的丰富 那但是当耶稣讲完这个礼遇 然后照人的常理判断的确欠债 如果多但是被免了不用还的 一定会更感激这个主人 那但是当耶稣又转过来 看着那个有罪的女人 也对西门说你看见她了吗 好 我进你的家里 没有照一般接待客人的常理来对待我 但是这个女人所做的跟你所做的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四十七节可能 我们听的时候也会想 或许是会误会 那但是这里讲说 因为这个女人爱多 就证明她得的赦罪多可能会 好 那爱少就证明她的罪被赦免的少 爱的多寡不是我们能够得蒙赦罪的原因 而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但是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之后 我们的爱自然就更多了 只有那样的情况是 因为我们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是罪人 所以那个赦免恩典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 以至于我们爱就这样浅浅了 然后我们可能说我爱主我爱主 但是爱到多深啊 所以很可能 当我们没有一种觉悟 不太知道自己有罪 所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深刻体会了解 上帝圣免恩典有多大 我们就认为我们也不太需要主 那个爱也就少少的 但是 这个女人她愿意她所做的 跟那个款待耶稣的法利善截然不同 所以48节耶稣就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脚前做了这些事 其实耶稣知道她的心 然后就已经赦免她了 然后耶稣也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回去了吧 平安 什么是平安 当然这个赦免之后可以产生的心境 心里真正的平安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思想 今天这一段的圣经经文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主让我们能够得蒙赦免之恩 主也求你亲自来施恩怜悯调整我们的眼目 来看你 不要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判断 人的是非对错 而是更多的回转到你面前 来思想你圣明的恩典 主若我们真清楚自己的 有罪 我们的有限 其实我们更看见主 你圣明的恩典是如何的大 帮助我们就只有对焦在你身上 我向你先祂祈求 祷告奉主的宋明求 阿们